好 崔票机失灵了 连声闻这回惨败 现在外界开始把矛头指向他的竞选总干事蔡震源 蔡震源在复选期间他彻底发挥了大炮性格 扮演黑脸 但没有想到却帮了倒忙 不但常在镜头前猛批柯文哲监听事件自导自演 还指引柯P带有绿色的色彩炮火猛烈 但也延烧到自己的脸书上头 甚至不停的放话 还因此引起了国民党内讧 反而抢走了选举的目光 很抱歉 我们没有达到各位的期望 那么这是我个人的责任 连声闻领着竞选团队鞠躬道歉 独独少了一个人竞选总干事蔡震源 选前接线蔡震源神尹 原本超抢戏的重炮手 这几天却没戏份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 试图联系蔡震源 电话那头五人接听 外传她目前仍在大陆 这次连声闻惨败 蔡震源成为关键人物 可是我们这年找人去窃听 这种脚尾范的把戏 在市长的这种竞选办公室的演出 是非常丢脸的一件事情 也要感谢张权生 他也是一号大嘴巴 你说我打假球 你自己是假武党籍 假民进党 假参选 假参加初选 对不对 所以我当然会回嘴 蔡震源十足斗鸡性格 把脸书当成发炮基地 三天两头发动攻击 披他抹黑 披他台独色彩 抢进风头 却引起网友反感 连自己人都看不下去 要他别再PO脸书 转心服选 我越来越怀疑 他是我们自己人 连克文哲阵营都忍不住 算蔡震源是自己人 歌手张璇的哥哥 焦原谱 更在脸书上说 别想市长是谁 要想想副市长可能是谁 就知道该如何投票了 连胜文重用蔡震源 反而成了选战最大羁绊